接下来为您播出夜线 夜线一个女人和三个男人的爱恨纠缠 下集马上播出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正在为您播出的夜线节目 我是张月 昨天的夜线节目 我们说到一个普普通通的女性 因为自己的婚姻不幸福 觉得情感有亏损 后来她就离开家到城市去打工 在打工的过程中 她遇到了一个男性 彼此很有感情 他们认为他们会有共同的未来 可是后来 可是后来却变成了 这个女的不断的诈骗 那个她认为与她真诚相爱的男性 而且骗到倾家荡产 而且同时这个女性又开始去欺骗其他男性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一起来看 2013年6月至8月 昆山市中华原派出所 先后接到两名男子报警 都说自己被一名叫朱莉的女子骗了 两个报警人的材料 我们经过比对以后 发现这个朱莉自称是昆山 但是我们在昆山所有的户籍人员进行调查 发现昆山根本就没有这个叫朱莉的女子 如果朱莉使用假的身份信息 跟这两名男子借钱 就可能涉嫌诈见 警方对这两名男子的报案 进行了立案调查 其中一名姓李的报案人 和朱莉是通过网络认识的 我现在不是玩鲁票的嘛 因为他跟他钱也没来往嘛 然后他就拿出了一张卡 他说一年十万 要不给他去 去玩吧 后来我说我没的钱 我怎么可以拿呀 后来我跟他说 我说我找不到了 他说找不到吗 就要赢了 很快 李某就和朱莉 发展成了情人关系 李某在昆山市郊 高速路口附近的小区 为朱莉租住了一处房子 每个月还会给朱莉 一些固定的生活费 而朱莉平时也很少打电话 麻烦李某 这也让李某觉得 很踏实省心 但没过多久 李某接到了朱莉 打来了一个电话 突然把电话给我 说他表着 实际上周转不断 李某过来 让我好像 赞次变倍 大概他当时 好像说一两 因为半个月了 然后我好像真的没有 好像围绝的遗地了 那我想做声音吧 很正常 已经周转不过来 别人那么周转一下 很精彩的 我平平地说自己 这样 那两个人们就 借钱了就借钱了 后来这个女子呢 就通过各种借口 说我父亲生病了 我朋友开店 有了很多借口 就是说问这个男子 要钱 借钱 他的每次名义呢 都是借钱 还有包括他小孩生病 后来从千年后后 总共借了十五万元 另一名报案人温某 也是一个有家事的男人 他和朱莉的相识 比李某要早 在和朱莉的交往中 朱莉也曾以自己的父亲 出车祸 朋友生意需要中转 与姐妹开服装店等各种借口 向温某借过钱 共计三十多万元 温某说 这些钱 他都可以不计较 可是最后一次借给朱莉的 这一百万元 可是温某用房产做抵押 借了高利贷的 如今 朱莉已经因涉嫌诈骗 被关押在昆山市看守所 涉及此案的两名男子 李某和温某 对于这个结果 却有着不同的感受 这个有些什么好吗 我也说他 我实际是一个很好的 出色的导演 跟出色的结局 因为 这个网络上的诈骗 那种脑袭是一块多的 他的教训 还是 说实在的 他办案 开始是 逮住了 我还有一点同情的 因为他不应该走 他可能 我有点内疚 可能 那时候我有责任 跟他再去 他走上这条路 当时是这样想的 同样被诈骗 两名受害人的感受 却完全不同 当时 正在和李某交往的朱莉 却能让温某 为了他抵押房产 借高利贷 他和温某之间 又有着怎样的关系呢 事情 还要从2008年说起 其实 朱莉也是一个 有家事的女人 那段日子 为了逃避婚姻 和家庭的矛盾 她只能离家出走 在外租房 打工度日 其实我从家里 出来过几次了 就是跟我爸妈吵架 就是为了离婚这件事情吵架 我从家里 跑出来几次的 但是呢 有时候就是想我儿子就回去了 还有一次是被他们找回去的 但是回去以后就是绝对不能替离婚 就是一替离婚就不行 家里人为什么坚持不同意朱莉离婚 朱莉说 这还要从十几年前说起 那时候 父母想招上门女婿 作为家里长女的朱莉 被父母逼着去相亲 一时赌气的她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就草草的解决了自己的终生大事 我们结婚之后 我就跟她说清楚了 我说 为什么跟你结婚 就是因为跟我爸妈赌气 所以可能我这么说 对她也是一种伤害吧 当初觉得这样的婚姻 对对方是一种伤害的朱莉 咱们也不会想到 伤害有一天 也会降临到自己的身上 丈夫因为经常出入一些 非正规的按摩店和洗浴中心 得了性病 还传染给了朱莉 我当时是挺恨的 但是我只是挺恨的 就是她好像瞒着我在外面 而且搞到我身上来 其实平良心说 我对她也没有尽到一个 什么妻子的什么 因为当时我就一门心思 就自己去看病 也没什么去想过 她为什么去到外面去找女人 什么从来没想过 这样的婚姻 或许从一开始 就注定了悲剧的结果 朱莉想到了离婚 她想结束这样的婚姻 但是却又一次 遭到了父母的反对 其实跟她提出离婚 她那边你知道她的要件什么 就是要我儿子 她什么都不要 就是要我儿子 所以我爸妈 要她的命都可以 但是绝对不可能 把我儿子给让出去的 在那段反反复复闹离婚 离家出走的日子里 朱莉认识了温某 随着两人的关系越走越近 朱莉也把自己的事情 告诉了温某 当时我就觉得 只要她是真心对我的 不管是她有家庭也好 也没有家庭也好 只要她 就像她当时跟我说的 我肯定是给你一个未来的 不会让你再像之前 那段婚姻那样子 所以当时我就甘心地等她 我觉得她既然那么认真 我给她的补偿就是 就是尽量地让她轻松一点 或者什么的 就是她提出来 怎么要钱的 我每一次都没有回绝 百一百三百万 温某在朱莉最无助的时候 给了她经济上的帮助 和一个男人的爱 起初朱莉也没有任何 想诈骗温某的念想 到底后来发生了什么 改变了朱莉的想法 她为何会去伤害一个 曾经深爱过的男人呢 给了人一百万 把自己家房子都抵押了 这男的可把事闹大了 你这女的就是抓回来 你未必追得回钱 她要把钱都给你花了呢 那你一家老小睡满路去啊 那我看呢 这女的 她不但是个骗子 还是个挺高端的骗子呢 最早那一招 那十万块钱的耳 算是相当有胆量了 那男的也肯定是因为这招 才彻底掉井里了 女的有钱 就学坏 不用看了 这是社会的通病 哎呀 我在新闻里看哈 说有一个贵州的女的 跟一个江苏的男的 在浙江旅游的时候 俩人碰上了 当时互相留了个联系方式 回来以后呢 就搭得上了 一来二去的 就算是好了吧 后来呢 这个女的就老找这男的要钱 哎呦 你都想不出来 她找的那些借口 她一开始跟那男的说哈 我爸死了 您看他真不怕放他吧 我爸死了 那个 这等着办丧事呢 没钱 这男的呢 赶紧就给打过点钱去 又过几天 他跟那男的说 我姥姥让雷给劈了 而且把还没劈死 现在呢 在医院等人抢救呢 这男的呢 就又给了些钱 过了几天又说呀 我自己得癌症了 我得的是胃癌 等着治病呢 然后这男的就又给了钱 反正总之前前后后吧 净骗人家 最后报了案了 现在把这女的逮住了 我说这男的 您就信别的 连遭雷劈这种话您也信 这女的也是 这么单纯的男的 您都坑 您也快该遭雷劈了 现在真什么奇事都有 30号啊 杭州这个东城派出所的 这个微博 at东新COP啊 他自称 他呢 被这天呢 被转发了1000多次 是为什么呢 原来呀 这个杭州东新派出所啊 25号发布了一消息 说抓到了一个 神似金城武的情感骗子 这大名警说呢 这真人呢 比照片还帅呢 忧郁的眼神 对女孩扑去杀伤力 这这个男的呢 叫他是个姓柱的啊 从2010年开始 就在网络上 先后认识了三名女子 他呢就骗人家说 他自己要开超市 从这女三个人啊 身上就骗了144万多 而且呢 其中有两个 到现在都还不相信 他是骗子 而且还说呀 这钱呀 不还也无所谓 你说这还有没有地儿 讲理下了 婚恋纠纷 特别是婚外情啊 是很多犯罪的万恶之源 所以婚外情啊 这个魔鬼火 千万不要去玩 哎 这种关系哈 医生来都说 我不要名分 我不要钱 我就要感情 那后来就不知足了 后来就什么都要了 那你要不着 那就那就要钱吧 人都知道啊 点倍不能怨社会 就因为家里的人啊 对你狠心 你就把周围 所有沾边的人 都赶尽杀绝 这他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这几个男的呀 都有一个想法 想拿钱啊 来换感情 买感情 这个不就是搬起石头 砸了自己的脚吗 都是老把戏了 关于这事啊 七嘴八舌的议论还多着呢 一开始朱莉感到 虽然温某不能给自己名分 但这样的生活 正是他向往和渴望拥有的 当时有什么事情跟他说 他二话不说的 我如果说 我今天我这边 有个头痛脑热的啊 或者是 因为我当时一个人嘛 在家 住在一套房子里嘛 有时候打雷啊 我最 从小到大最怕打雷了嘛 然后下雨天 我要是打雷 我怕什么的 只要他能过来 他肯定过来的 除非他就是走不开 就是他家里如果说 他儿子啊 他老婆如果说 不让他出来 那没办法 但他如果找得到理由 能出来的话 他肯定是第一时间 会过来的 所以他给我那种感觉 就是以前我想要的 那种感觉 但后来发生了一件事 渐渐地改变了朱莉的想法 从其实我跟他在一起 最大的一个心爱就是 他也跟我说 他有个儿子 我也有个儿子嘛 然后他当时就跟我说 他说你想不想生个女儿吗 然后我就说 你要我生个女儿可以 但是你总得给我以后 给我个稳定的 我不可能说 让我女儿生出来那个 对不对 然后他就说 如果说有孩子出生的话 我肯定会给他一个 那个名分的嘛 什么 我确实也怀孕了 跟他在一起 一共是流产过两次 但是后来一次 确实是怀孕了 而且是怀到了差不多 五个多月了 然后去医院检查时候 检查出来是个女孩子 当时挺开心的 跟他两个人挺开心的 可谁也没有想到 怀孕六个月的时候 朱莉因为一次意外的摔倒 孩子没能保住 我哭嘛 我说孩子那么大了 还迎餐迎掉 他就说这句话 他说 哎呀别哭了 他说 没有就没有吧 可能没有 对我们俩也是一件好事情 他是这么说的 他当时是这么说 他可能就是 无心当中就顺口说出来 可是我听在心里 就很不舒服 就好像是 这个孩子就好像 如果真的有的话 也不是这么好事情 他现在认为 我孩子没了 反而是一种解脱 那么也就像大人说 我跟他之间 也就那样子了 就这句话 对我印象也挺大的 可能是因为 对温某的依赖 可能是因为朱莉 不愿意放弃 这段 她苦心追求的感情 一直不在乎名分的朱莉 开始重新审视 自己的这段感情 之前我没有怎么逼他 说你非得什么时候离婚 但是那次以后 我就逼他 你给我个时间嘛 到底什么时候 我说我也这样子 你总得给我一个 肯定的时间嘛 然后他就 抛了一句话 他说 跟他儿子结婚 他说我现在绝对不会提出 跟我老婆离婚 他说 因为他儿子 跟他已经挑明了 说如果说 跟他妈离婚的话 要么他儿子跟他妈走出去 要么就是他一个人走出去 他说 我不能没有儿子嘛 所以从那次以后 我就已经觉得 跟他好像是 肯定是没有什么希望的 因为男人跟女人 可能有点差别 女人呢 男人一句承诺 很大会是 男人呢 可能女人说的话 不太会当真 就是觉得 互相有需要就可以 温某是有家庭的人 朱莉觉得自己既没有工作 而是这样跟温某 不明不白的走下去 也不是长久之计 看到温某做涂料生意 朱莉第一次蒙发了 从温某身上 捞点钱的念头 第一次那次 我其实我也是 好像 报纸试试 我就问他 我说 我一个小姐没开店吗 我说他给我借钱 我没有 我说能不能从你那边拿一点钱 他就没有考虑就给我了 然后那次事情是确实是真的 他第一次是给了我两万 尝到甜头的朱莉 又以小姐妹的妈妈去世 与姐妹开服装店等借口 向温某要钱 温某每一次都毫不犹豫地给了她 男人既然跟人家是男天天 既然像亲人或者是男女朋友一样 谈了以后就好好地谈谈在一起了 总归希望时间长一点好一点 说实话他没怀疑过 因为他就问了 他说他当时还好玩 他还问我够不够 然后我就说够了吗 然后他说 我当时问他 我说过一段时间还给你吗 他说我们俩之间还说什么还呀 看到温某这么慷慨 朱莉一发不可收拾 胃口越来越大 以各种编造的理由 骗了温某三十多万元 而此时朱莉也发现 他对温某的感情已经悄然发生了变化 就是在那段时间 慢慢慢慢好像两个人 从热到冷嘛 就经过了那个过程 也是在那段时间之后 我就经常上网嘛 认识了后来那个心理的 渐渐和温某断了联系的朱莉 在网络上结识了做生意的李某 他又如法炮制 以各种理由向李某骗钱 可能是对金钱的渴望 也可能出于排解对温某的愤愤 这一次和李某的交往 朱莉一心直想着骗钱 贪婪的欲望 也彻底把朱莉推向了犯罪的深渊 几次嘛 从他那边我就说 我有急用嘛 说从那边 说能不能先给我一点嘛 然后一般都是从他那边是 有最大的一次是五万 然后每次就是一万 两万三万那样子拿的吗 从他那边是一共是拿了十五万吗 像这类案件呢 本身这个男的跟这个女的关系 是不正当的情人关系 然后这个男的呢 也考虑可能社会关系啊 自己的身份 隐瞒了一些东西 或者说明知这个女的有意来 谋取她的钱财 但是因为考虑到这层不正当的关系以后呢 也不方便报案 或者说不敢报案 也方便了这个女的 这是案件行为的 我觉得那个 这也是给所有男人 警钟吧 也不要过分相信外面的女人 这是男人有责任的 这种人来问 这个案件 观众朋友正在播出夜线 我们今天在聊 发生在江苏昆山的一级 女性诈骗男性的案件 到场嘉宾情感问题专家 必经营女士 中国公安大学的 王大伟教授 欢迎两位 昨天说到这个话题的时候 我们就说过 就是说这个女的呢 比如按她的字数来说 她是一个受害者 我自己本来有爱情 被我家长强行拆散 后来婚姻不幸 所以我出来寻找爱情 我找到了以后 这个男的最后 又没能兑现承诺 所以我才不得已 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看上去 她像是一个受害者 但是昨天其实 两位老师也分析过 说你从另一个角度看 这个女孩 她有过一次初恋 被家长给拆散了 拆散之后 她就特地找一个 她家长最讨厌的男的 我就跟她结婚 我气死你们 好 跟这男的结婚 那结就结吧 好好过 直接一结婚就告诉那男的 我根本没打算跟你 我就是为了气我爹妈 我才跟着你 这基本上就是彻底的 伤害了一个无辜的男人 然后从此 他们俩肯定感情完蛋了 这个婚姻就没法好好过了 然后糟糕的 那男的又在外面承诺 他性病什么之类的 就是 他又认识了这个温先生 出来打工 又发生了后边的 这一切的事情 从这个女的做事的 这个狠劲 包括这个温先生 就算是说 他承诺给我婚姻 他没有能给我兑现 我要跟他要一些钱 可是他最后能狠到 就是一比一百万 这个温先生没有这么多钱 把自己家房子抵押了 给了他这个钱 而且那温先生 妻子得了癌症 基本被感情杀绝 他真的是对这个男的 他其实每次 他像是一个受害者 但是他每次都能把对方 感情杀绝 而上次大家说到说 一个人如果要这么办事的话 你能感觉到他做事 是完全自我中心的 其实他是不体会 别人的心情和处境的 而一个人之所以长成这样 他一定是在他长大的 这个过程中 老感觉自己情感受了伤害 没有被给关怀 也就是说 爸爸妈妈和那个家庭背景 恐怕也相当自我中心 没让这个女孩子 得到过情感满足 你再看他爸妈妈 女儿有自己的恋爱 强行拆散 拆散不是因为 那个男孩不好 而是因为 我们家要招坠 我们要上门女婿 所以不能跟她好 而且必须得是大女儿招坠 二女儿都不行 对 按我们的规矩 就得大女儿招坠 所以你就必须得散 大家都说一不二反正 对 然后当这个女孩 这个一个不幸福的婚姻 糟糕到那个程度 包括那个女婿 都已经把性病 传给自己的女儿了 女儿想离婚 这也是理所当然的 然后家长就说 不许离婚 都到这样了 不许离婚 因为那个 我们要我们这外孙子 所以那个万一离婚 男的把孩子带走怎么样 就是你看这个父母 也完全自我中心 他想所有的事 他从来不体会 他家的孩子幸福 还是不幸福 难受不难受 全是自己要什么 那样的环境里边 就长大了一个这样的姑娘 然后这样的姑娘 就这样的做事 那再来看他 跟这个温先生的关系 从一开始 咱们得承认 他真不是奔着 骗这个温先生来的 两个人是 很偶然的认识了 在一起是有过真感情的 相当有感情 但是后来居然变成了 就是他害这男的 一开始是小骗骗 后来越弄越大 是奔着让这个男的 亲家荡产去的 而且后来他已经 如果一开始 是有一个感情 受挫败 做了这个事的话 他后来对别的男的 那就是赤裸裸的 直接诈骗了 跟那里先生 没有任何感情可谈 就是这个过程 是怎么演变的 这个女人的心理 我们感觉上 从他这个故事 听上去的话 好像是有一个 量变到质变的一个 但是实际上 他的那个质变 是早在后面的 这个诈骗之前 就在前面 他跟那个 第一个这个人 来往的时候 就已经能看得出来 他有一个质变的过程 就是他开始 不断的向这个人 要钱 而且是有意识的 在要钱 因为从这个 这个女孩的个性来说 我们说 她是一个极端的 这个自我为中心的人 这样的人 其实她是没有办法 有情感的 所以我们可以感觉到 他在跟 无论他跟谁 在一起的时候 他所出手 他要做的事情 其实都是有很强的 自我的这个 这个需求的这个角度 那我对不起 我插一句 难道我们不能说 他其实是很需要感情的 他跟温先生在一起 他们两个人特别好 他想跟他结婚 想跟他生一个女儿 想有未来 这不是因为有感情在这样 您为什么说他没感情 您说的对 就是他一定是因为有感情的需求 所以他才去找这样的东西 但是他出手所做的这些事情 并不是因为他对对方有情感 那个是完全的控制 我们是能感觉得出来的 我明白了 如果你真爱一个人 你总是希望他好 不希望他特残害 而且我们说就是你能感觉得出来 他没有办法做到将心比心 他完全讲的都是他自己的理念 如果我得不到你 我就 你就毁你 我就把你毁掉 对 所谓的这样的感情 其实是人的自我控制欲 占有欲 就像比如他 他一说到他的这个女儿 当年的这个遭遇的时候 他就痛心疾首 但是对于对方的孩子 所可能带来的伤害 他是完全不考虑的 没有这种将心比心的能力 那我想问一个问题 就是不光是他们的这个事件 其实很多这种婚外情 一开始一定会有一方说 我不介意 我不介意你有婚姻 我不要名分 我什么都不要 我要的就是这份感情 而且我相信他们说这话的时候 真的没撒谎 是很由衷的 可是往往这样是 往后走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就开始要要要要 即使不至于演变到诈骗吧 但是至少演变到不断的打架呀 什么之类的了 这个我真的是要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情感这个东西 他其实是随着时间的推动 是会有一些变化的 我们不能说 我们在这个海市山盟的时候 都是有心要骗人的 但是当情感发生变化 他内心的心意也是会发生变化 所谓此一时彼时 而且我真的投入感情了 我越投入 我越在意 我越在意越觉得你给的我不够 我们就说这个女的 她如果是一个极端 这个自我为中心的人 她是需要实现她的目标的 所以当然她的那个压力 是会越来越倾注到对方身上的 那您怎么看 在这个犯罪学里 专门有一个词叫飘移论 什么意思 就是当犯罪在早期发生的时候 她像打台球 是这么一杆子打出去 这一球也可能滚到地毯上了 也可能就滚到厕所里 滚到地毯上 那就是正规的行为 滚到厕所里 那就是犯罪了 可是这个女的 在这第一杆子的时候 她并没有说是想犯罪 她可以打到犯罪里边去了 为什么呢 她管别人要钱 她想试试说 我有一个小子们 是吧 出事了 结果没想到得了两万块钱 这就是我们行为主义 心理学里边有这么一个词 说犯罪是学习的 怎么会是 这一个笼子里边 割了一个猫 这笼子里头有一个按钮 这个猫走动的时候 无意中 啪一按着按钮 啪啪钓一条鱼了 第二次这猫又一走 又一按按钮 啪又钓一条鱼了 她学会 她老按按钮了 开始没想要 但是后来尝着甜头 你看这些男人 只要一要就给 只要一要就给 她学会了 好 我们来看看 这个女性 自己怎么 供述自己的 这种内心的引中 现在在看守所里的朱莉 心里最放心不下的人 就是自己的儿子 因为我从家里走出来 我儿子还小 开始闹的时候我回去 我爸妈不让他回去 后来呢是因为认识 姓温的 我根本就回不去了 一个是我没跟他说 我的真名字 还有一个就是 我当时没离婚 我不可能把他带回去的 所以当时我 对我儿子这一块 我根本就没进到一个 做母亲的责任 和丈夫闹离婚那年 儿子才刚刚十一岁 朱莉离家出走之后 儿子一直有朱莉的父母照顾 我爸妈我都不敢见 我爸妈我只是 开车经过那边 停在那边 我看见我爸妈在 在那个地里吗 我觉得他们两个 健健康康的 我就放心了 我根本就没进家门 这么多年 我都没进过家门 几年前 朱莉已经和丈夫离婚 或许父母已经原谅了朱莉 真正不敢面对这一切的是 朱莉自己 而更让她不敢面对的是离婚 离家出走 这些成年人之间的纠葛 在一个十一岁孩子心里 到底留下了怎样的阴影 我儿子我去看他 是找他同学吗 买点东西 让他同学帮我带给他 我不敢见我儿子 然后我儿子一听见是 是我 把东西给人 根本就 没什么 不会问什么 谁 在哪里 我在哪里 什么的 不问他 就是他们同学跟他说 是个女的给你 他就知道是我的 是我的吗 买的 他马上把东西给人了 就走了 所以那种感觉就 可能他 在他心里 我这个妈妈 可能早就死了 这些年 朱莉也一直试图弥补对孩子和家人的愧疚 然而 他因诈骗被逮捕这件事 又一次在孩子的心里 烙下了深深的伤痛 逮捕之后要发一份通知嘛 就是要寄到家里去的 寄到家里去那天 正好是我儿子在家 他平时是住学校的吗 正好是我儿子在家 打开也是我儿子打开的 他是第一个看到我的逮捕 同时说 当时律师跟我说 我儿子就傻了 因为之前 拘留的那个 我拘留之后 我家人知道 全部瞒着我儿子 他根本就不知道 就是后来不知道怎么会是 就逮捕证据 被他拿到了 而且是他裁的 所以他现在在家里 就是一提起我的名字 他就发火 就不让我提 就说 在他眼里已经没有了 说他现在同学还不知道 要是知道的话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如今身在高墙之内 等待朱莉的 不仅仅是法律的宣判 还有内心的煎熬 和忏悔 其实说实话 如果说真的说 我父母跟我儿子 如果说现在有一丝丝 原谅我的话 我哪怕是坐十年 只要他们肯原谅我的话 我也认了 说到解析极斯广益 观众朋友正在播出夜线 现在温先生的意思是说 前面那几十万就算了 毕竟有过感情 我也算是没实现承诺吧 也算对你有愧疚 算了秀查也算了 对 最后那一百万能不能还给我 我抵押了我们家的房子 你真弄得我走投无路了 前后那个前面温先生有几十万 后边是一百万 还有那个姓李的是十几万 都加起来 我觉得怎么也有一百五六十万吧 但是据说现在的说是没了 钱没了 钱全花了 那钱花到哪去了呢 我就想 当然骗人钱肯定是不对的 但是我唯一能 能心里舒服一点的方式是 比如说 我去补偿我那可怜的孩子了 比如孩子等钱救命呢 我做妈的就干了不该干的事 最后你发现都没有 就是那个孩子 他这么多年不仅没管 他没有给孩子花钱 他买过一次东西 那孩子不要 然后不要也就算了 他也不知道怎么办了 所以也就不相处了 就完了 直至有一天 这个孩子一直就没妈管 直至有一天知道 妈在外边犯法已经抓起来了 就像这样的事情 对孩子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实际上我们来看 就是因为我们昨天的那集里头 我们对他们家里有一个分析 就是说他实际上从小是在一个 家庭关系可能比较僵硬 然后父母可能比较教条 然后让他感觉到很冰冷的 这样的一个家庭里面长大 那今天说到他孩子的一个事情 我觉得我就更能够感觉到 这个脉络更清晰 就是有一个很很小的一个细节 就是他看到他给他孩子的东西 他孩子能看得不快 就让他就走了 这种怨恨 对 这种动作实际上我们 我们可以知道 这个孩子现在是留在他家了 那肯定是他父母在带 那是谁告诉这个孩子 他妈妈是可以让他这样对待的 那我们就知道这个家里面 是用什么样的方式 在处理着这一对母子的关系 外公外婆恨女儿 对 而且把这个恨和厌恶一定跟外孙说了 所以如果我们说一个家庭 教会儿子厌烦自己的妈妈 那是一个多么可怕的事情 就这样的一个事件 如果让您总结说 有什么教训值得我们记取的 这个被害人这方面基本都是男的 是吧 我觉得这些男人也应该 汲取一点教训 那么他被骗的时候 你自己怎么想 这个是你要自己去汲取教训 男人嘛 可能你在家里 可能是不是婚姻不是特别满意 要出去找 但是你要知道婚恋纠纷 特别是婚外情 是一盆魔鬼火 他和很多刑事犯罪联系在一起 你一旦踏进去 你就不能自拔 还有一个小忠告 就是石片 石匠非常好石 就是他是不是管你要钱 你看如果对方那个女性 一而再再而三的管你要钱 怎么办呢 你可以推辞 你可以说不 甚至说你可以少给一点钱 那么如果说你每次都满足的话 那就是一个陷阱在等着你 这是一个我们识别是不是诈骗的狐狸尾巴 实际上要钱就是狐狸尾巴 可是我觉得是这样 我又不是给陌生人 我们俩是因为好了 有情意我才给他钱 而我之所以跟他好了 有情意 我真不是流氓 我不是有这个感情需求 我家里不有这个缺损吗 那怎么我有难处啊 我们这样说 首先就是比如刚才像王老师说的 他一再借钱 我们可以他借一笔 还清了一笔 我们再借下一笔 这个人的信用是逐渐累积起来了 再一个呢 我是觉得在情感里面 我们不混杂其他的东西 就是如果你们是在谈恋爱 他要的是情感 你也应该要的是情感 如果你内心对他有愧疚 你可以把话说明白 不是说你认为应该给他的情感 你不能给 你给他钱 你用来填补 这样的话 其实我们会把一个好人变成一个贪婪的人 你是说男人们不要企图用钱去买情感 女人也一样 我觉得男女都是一样 都一样 用钱买情感是买不来的 就像我们有的时候会开玩笑 说你别跟我谈钱 这谈钱咱这生分了 就是这样 实际上在这个诈骗中是两种 放鸽子是女骗男 放青蛙是男玩骗 说狐狸尾巴要看穿 婚钱一定慎给钱 婚钱的时候你举钱不要给钱 婚后我们再动钱 这是从两性关系的角度的教训 而实际上我们再次说到亲子关系 就是在一个孩子长大过程中 家长应该给这孩子什么样的情感满足 而不是让他感到 明镜需要您等下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